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的录音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34分 大涨164点 最多涨了184 今天从开盘就将近100点了 开盘就开了100点就没来 所以上礼拜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你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动作 不是为了眼前 是为了下一步 是为了下一周 是为了未来 所以你看眼前没意义 听到意思吗 就好像上礼拜五跌了43点 很多人想到长青下跌 你下去买不是因为跌 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美中贸易战 会有缓和的气氛 礼拜一会开高大涨 你看是不是有料中了 你礼拜五没有买 今天你根本没低点 直接开高上来 直接开高上来 那今天大涨之后你要不要买 很多人就担心 啊已经去那管了 敢不再买 你现在买不是因为今天大涨 而是因为如果接下来继续涨 你现在不买更麻烦 对更麻烦 今天台币又升值一角 热钱持续涌进台湾 你知道外资在五月份 外资在五月份的时候 卖了1400亿啊 外资在五月份的时候 卖了1400亿 外资在五月份卖了1400亿 六月份才买了400亿回来而已 外资手中还有一千亿的子弹 随时都会再加码进去 外资成本从这里开始买的 所以外资还有一千亿的子弹要进去 你现在不买 行情越涨越高 你是不是更麻烦 对不对 所以永远要记得 你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不是为了眼前 当下 你是为了下一步 下一周跟未来 再做布局 这句你如果听了 你就会做了 所以不要一直聚焦在眼前怎么样 眼前怎么样 行情连才愿意 我已经说得最清楚了 我也已经说得最准了 对不对 你长期看我节目 你们都清楚 这一路以来 我的分析一直都是最准的 你看对四个十八号 从四月十八号 我开始叫二十党地雷股 说完了是放下去 我在四个十八号 管点一万一千点的时候 就告诉你财报要发布 要税离 要小心 对不对 跌下来之后 美中贸易战开打了 很多人很担心 我是不是反而我会跟大家讲 电脑展要来了 不要看败 电脑展行情会颠倒走 去年也是颠倒走 涨变跌 今年在贸 在 电脑展前是跌八百点的 电脑展一样会起来 好不好 你看最低点 整个大盘最低点 整个大盘最低点 5月29 电脑展5月28 一直走到现在 这中间很多人在讲空 我知道 我还特别提醒你们 账是不可以空的 这里不能乱空 因为有强迫回补的时间 你如果这里去空 是很麻烦的 你要做空 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嘛 股东会前两个月强制回补 除权前一周强制回补 所以全部空担 6个7个一定要補一遍嘛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想太多 行情是大反攻加大家空 你看是不是一路全部都上来了 现在全部都打给他 这一路以来跟我预告都一模一样 所以股票分析本身来说 你要有一点政治的分析判断在里面 你看6669围影就最清楚了 对不对 6669围影 当时川普一句话打到300元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墨西哥买是金螺卫 现在是360了 今天361了 这个还不够 这个有够去哦 外资还没有真的开始买哦 危机跟转机 是一瞬间 懂得危机路是 你才会有超额的利润 懂得危机路是 你才会有超额的利润 这是古神巴菲特一直提醒我们的 我也一再告诉你们的 懂得危机路是才会有超额利润嘛 你等到海阔天空 就没机会了嘛 对不对 你看4月18号叫你们在办康 5月2月2日 电脑站今天开始做多 很多人担心 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3000亿会不会加下去 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美国600大企业要求川普 赶快解决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同时高通intel在游说美国政府 对华为解禁 这次川习会最后结果出来怎么样 想跟他讲的一模一模 不再增加关税 我说川普国家豪大 也不敢跟民意对抗 果然不增加关税 同时开启谈判 华为解禁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所以等到海阔天空就没行情了啦 不是有行情就太烦了啦 你要事先危机是转机 懂得危机入市 懂得危机入市 这个行情还是那句话 赶快买就对 赶快买就对 你看今天全球股市大涨 每次之后全球股市大涨 欧洲一开盘就大涨207点 美国在电池盘的时候 已经涨了快300点了 美国电池已经起了300点了 大陆股市间大涨3.47% 3.47% 我是不是一直提醒你们 贸易战打着打着 道琼已经创新高了 欧洲股市也创新高了 欧洲也创新高了 包含澳洲也创新高了 对澳洲也创新高了 连台北股市都起600点 唯独剩下大陆股市没起 剩下大陆股市都没有涨 都没起 当川习惠后没事 会穿出去 会补出去 所以上台北我一直告诉你 你要可以买什么 00637L 护身2X 怕你起6% 今天涨了6.2% 最多涨到6.5% 你看上台北一直在说 护身2X 护身2X 我们17块开始没的 17.0 17.4 怕你18.9了 底部出来了 不要小看这样子 12% 17.5块已经12% 大陆股市刚要开始补涨而已 大陆股市刚要开始补涨而已 所以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会怕任何院节目 你用心听 重点记下来 不要被其他老师影响 帮你直接跟着我做嘛 对大陆股计划 我们大陆股计划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啦 大陆股计划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啦 锁定什么 要抽30% 锁定什么 锁定 华为 华为 全面大涨 全面大涨 我给大家看 这里面 缺货最严重的 华为概念股里面缺货最严重的 齐邦逸华电联勇细创 对 这里面最重要的 对 这里面最重要的 这里最重要的这支 华为 华为要求 齐邦有多少COF全收 你看今天 COF概念股 什么 涨停 3034 涨停 8016 大戏5% 6147 齐邦 涨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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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矣华电 那么小支 玉华电 沟奔10亿而已 3034 涨永 5本60亿 其实也不小啦 6147 齐邦 5本65亿 你看我从56块钱 开始买之后 一直讲一直讲 三重底 三重底 好不好 一直讲 重点就在齐邦 重点就在齐邦 是不是衝出去 是不是送出去了 5G的部分 已經打入大陸5G的名單 我在電線兩禮拜演講 我一直在講這個 叫你邀請你來聽 你不來我沒辦法 打入5G的名單 打入5G的名單 在這份資料裡面 我演講會上面我都公開啊 拿幾檔 打入5G的名單裡面 台光電2383台光電 再來 台藥 連帽 這三支 這三支大陸 大陸5G的供應鏈另外 304是見頂 見頂 我說三十天開始 一樓器給你一百十六塊 給你一百十六塊 包含5G的散熱模組 今天散熱模組也不錯 也不錯 平蓋骨今天也大漲 從大力光到玉金光 大力光到玉金光整個平蓋骨 整個平蓋骨 今天表現也都很強 對 真頂 669 台光電也是平蓋骨 我們上禮拜 六月 七四五月 六月 六月 六月之後再落下去 上禮拜是我們這兩天買的 買了之後掉下來 五月六歲 可是今天一開就漲停了啊 我這兩天買不是因為它跌 而是因为华为会被解禁 它会开始攻 今天涨停啊今天大涨啊 是不是整个市场焦点全部都在 我所说的 大反共计划里面的焦点 从华为到三星到苹果 到大陆5G 全部都是这样啊 所以今天大涨其实 我们早在上礼拜就不玩局了 上礼拜不玩局 局间大涨只是收割 从库胜2X到华为到苹果到5G 照着运营布局好了嘛 我们电脑站就开始买了嘛 对不对 你等到这时你还要买 就较慢了嘛 你不买又买了 外资才刚刚开始要买而已 外资还有一千亿还没进来 钱已经在台湾了要不可以开始买 所以赶快上车就对 台湾买加股票 华为三星苹果跟5G干练股 台湾买这就对啊 华为被解禁 谁受费最大 我问你这个问题 华为被解禁 谁受费最大 听得懂吗 华为被美国封锁 受伤最重的是什么 半导体股嘛 所以华为一解禁之后 半导体受费最直接嘛 那半导体受费最直接 半导体的上游是谁 六四八八环球晶嘛 上游材料 所以环球晶给你去 3.8% 不够 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本信越跟胜高 今天信越涨了2.6% 胜高涨了3.5% 这两支股票最均已经去17% 已经涨17%了 它才去11%而已 你知道德国试创涨几%你知道吗 40%了 德国试创最均已经去40% 它才去11%而已 环球晶会冲哦 环球晶会冲哦 当华为被解禁之后 弹导体整个会开始大反弓 我吃股票都不怕你这么说的 包括6670复生应用 对百五公啊 现在给你两百 林辰宴在讲节目你们都知道 我的分析都是怎么样 林辰宴跟别人不一样 我都是open讲的 属生公开就讲了 事后让你印证 没有一丝是马后炮的 没有一丝是马后炮的 那现在行情公开再来 会怎么样 也是要购的嘛 华为跟你们有起床啊 我也知道 早就叫你抵你不抵了 平台骨刚开始你要注意 平台骨刚开始你要注意 因为苹果的订单才刚好下放下来而已 这支要注意 5G有些已经大涨了 对5G联帽有没有 台药 5G有些已经大涨了 我英工会中两个星期前讲的 他们开始在讲了 现在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即将要开始转强攻击 听到没有 我讲一个概念 我讲一个概念 华为被封锁 受伤最重是半导体 对不对 所以华为解禁 半导体喷出 有道理嘛对不对 实际上也这样在走嘛 那我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东西 去年6月开始打美中贸易战 古尼开去怕美中贸易战 在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 哪一个产业伤最重 去年打美中贸易战到现在 哪一个产业伤最重 伤最重的 当美中贸易战开始平息下来之后 开始休兵之后 那个产业就会大涨 听话在讲什么 那个产业是四个字的 四个字的 伤最重的 有一档从1300跌到200多的 就够清楚了 去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伤最重的产业 当美中贸易战开始休兵之后 这个产业将会开始大反攻 注意哦 这个产业将会开始大反攻 今天开始叮咚了 那你听好吗 你有这些股票的 想插出这些股票的 赶快来找零和烟 大反攻计划 大反攻计划 除了目标我们锁定30%的利润以外 同时锁定华为供应链 三星供应链 苹果供应链 同时 5G概念股 再来刚刚所讲的 环球金 国锯华星科 即将开始接棒大涨的股票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活动 就今天一天而已哦 就只有1天而已 7 全面7 我等一下我要说阿伯 全面7 我是鼓励你的性质 7在中国数字里面 它是一个变数 我希望给大家这个改变的数字 希望能够改变你的开始 那你有全新的出发 今天也是7月1号 也正好是7 就今天一天 就今天一天 你要跟你一起操作 我只买底部GEO股 我不追高 我不买投机股 我不买亏损的公司 一定是赚大钱的股票从底部 带你开始做 让你能够安全安心的环境之下 开心来赚大钱 大反共计划 我们抢30% 锁定华为概念股 三星概念股 苹果概念股 5G概念股 同时 环球晶 被动元件 即将开始接棒 即将开始接棒 我们锁定这些焦点股 今天全面7 今天全面7 给你一个Lucky7 同时也希望 对你来说 重新出发的改变你 我们的付专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